那你小时候谁对你的影响大一点 就你爸爸还是妈妈 我觉得我怎么感觉我都是自己长大的 我妈很小就在广州 当时就都没有很少在家 爸爸也是常年工作 所以我感觉我都是自己长大 没有老人啊 爷爷男人 有有有有小时候在山上长大 你小时候在山上长大的 所以你现在也喜欢在山上 是跟这个有关吗 对那时候去 就种茶的我跟你说 你家种茶 你是在城市长大吗 我在城市长大 但重点是因为那个 我老师说我的那个身材娇小 然后那个很适合去做体操之类的 就是运动型的 就是在在真的在山区里面 他说才真的会有一些 比较好的教练 他们会去在那边训练 我妈妈不想我去 他说我就不会变成全世界最美的女孩 你妈妈希望你是全世界最美的女孩 是他用这个来迷惑我 然后让我自己觉得我就是全世界最美的女孩 你小时候就觉得你是全世界最美的女孩 对 然后直到我出去打工之后 我发现这是一个错 因为人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你发现有比你更美的还是说你发现你还 我发现有比我更美的 而且那个美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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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漂亮的那种美 是他散发出来就是那个美 是什么人让你觉得散发出来 因为有一些女生他就是散发出来 像竹竹姐 气质啊 竹竹姐就是美 因为他的美就是我没办法达到那种境界 就气质这件事情呢 我就觉得是离我很远的 我觉得你好可爱的 对就是可爱是可爱 我觉得你的可爱你的灵动 你的眼睛会说话 然后你的身体特别松 对对对所以 所以就当时其实要出来演戏或者就是在选角的时候 我老板就常常跟我说 你这种就是只能演女二号 就是就是 为什么 你们是不是有轻衣跟花旦之说 你就是一个花旦的脸 对在戏曲里有轻衣 你就是不会是当轻衣 就是因为那个气质不到 所以我每次看到那种很有气质的人 我就想 你会想多看两眼 就是很漂亮就是 如果是在演戏的话 在戏里面的话 对她的轻衣的角色 就是她要哭的 哭 她就是让我老眼哭的啊 所以我其实已经变成轻衣 哈哈哈